我们很幸运遇到佛法 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环境我们感觉得要非常之好 为什么呢 让我们时时刻刻提醒高度的紧急性 不能不认真地修学 灾难的频率太高了 灾害太严重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佛宝 遇到净土法门 这个佛宝不可思议 遇到这个法门 在今天这个时代 你就找到了一条 处苦的 历苦的路的道路 这个道路肯定行得通的 知道苦难 也就知道应当方向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是什么性啊 离开六道轮回 往生极乐世界 这就是真正的菩提心 世尊 在三经一论里面讲的话 我们要认真学习 把我们的想法看法 扭转过来 不再去想六道了 回过头来 念念 想极乐世界 大师智菩萨教给我 一佛念佛的 现前当来 必定你见佛 尽宗见佛 就跟这段经文所讲的 完全相应 你见佛 你智慧也就开了 你就寥寥见性 你就得光明神了 这个不可思议 比想法 比正法 幸运太多了 欧耶大师 劝道我们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要去想品味 凡圣同居主 下下品往生 我就很满足了 这个话 偶尔大师讲的 真的满足了 为什么呢 借座阿维约智菩萨 你还能不满足吗 阿维约智菩萨 就是禅宗里头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也就是此地所讲的 智慧颜开 寥寥见性 这阿维约智菩萨 在西方 弥陀净土 同居土 下下品就得到了 不是你自己断正功夫得到的 是弥陀四十八月 加持你的 你得到了